酒餓主動員 不管是電視 還是從網路上來說 我們一樣要經歷這個經驟 而且現在的觀眾應該說眼光是雪亮的 我們能夠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 其實就是一個中國影視產業發展的縮影 我們的產業實際上是隨著電視劇、電影的興起以後 它需要更多的場景 然後隨著他們的場景需求 我們就不斷地造 現場的電視劇 有些人不斷地造成電視劇 你當然可以改變的 你可以製造它 你可以削除它 低出它 加上一些製造 有些人可以做的 在電視劇的世界上 你可以用在電視劇的世界上 有很少的價值 提供這種智能化、數字化的確實是必須 因为现在的拍摄手段 拍摄的要求提高了 确实是必须 但是这次才刚刚起步 感谢观看